这张照片就换了,换了照片,换了图,这间快餐店,辉煌快餐店 因为被人执,被初恶娟执,于是乎现在就叫浮夸之风,这个阿哥,这个阿哥 初恶娟骂那件事,我都没有评论过,你问有什么大事呢?没有的 就是没有才觉得糟糕,究竟是谁的错呢?都应该搞清楚的 起因就不知道,就说有人执他,就看到这些这些 原来已经有很多年了,十年八载了,他说怎么来呢?原来有个,那幅画最少已经十二年了 另一幅呢,七八年,七八年都是一四年了,可能有少少影响了,四年 那一四年后如果画下,起码就已经七八年了 那你有什么政治问题呢?起因就是,有人就跟他说,那个外长逃压 这四年了,意思是被要求没调,快餐店主,就是说立案法团跟他说 文青师会跟立法团说,他接受这个快餐店主的场外逃压 要求没调,为什么他不问我呢?这个法团和这些中西区文政事务 就去叫他抹他,衰衰地走去,就说可能牵涉到国安法,牵涉到国安法 游了他,法团派人通知,他又不游,因为他认为这幅画存在多年了 不代表任何政治合场,这样,他的快餐店,你也看见那幅是外牆来的 法团不是政府机构,没理到,这样,两周之后呢,民政署就派元登门 指这两幅画有机会干犯国安法哦,你最好就是游了它啦 避免有犯法的机会,何先生当面反问,如何犯法啊,触犯哪条法例啊 他解释呢,两幅画已经存在多年了,先出任何社会事件 不过民政事务职员就没有说走了,粗口捐叫的,这样吧 现在粗口捐呢,别人是受害人嘛,就是说没有的,没有叫你哦,你可以自己决定的哦,是吧 那麦米娟指不是执法部门,职员指是有善提醒,什么叫做有善提醒呢 就是民政署那些人呢,非常愚蠢,是吧 我的理解呢,一般那些,它不会这么多事的,尤其是这么久的事情 一定是李娟多声气,那就不是帮忙下老公,哎呀提醒 但是很像邓炳强那些做事的方法的,是吧 就是凶你,这样哦,如果觉得没有联想,他就说没有人有联想 如果觉得没有联想或者不同意,其实可以不处理的,这样 我只能够说呢,全部都不懂得法例的 究竟那屋长是做了谁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法律问题呢 我不说了,是吧,我不说了,我是解答过,写过很多篇文 因为我看过很多案例关于这些,若干年前了 所以我是特别纯属的,对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是属于谁的呢,大家有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脑子里面 有就留住,我留下先解释,是吧 但是这件事的客观是什么呢,你知图画的东西最容易入心的 你骂政府骂什么,一幅羊潔案,我不是说在香港,香港大家都看过 我一定看,这张照片也是大家看过的 一张这样的漫画,是吧,还是七八年前弄下,十几年前弄下 是艺术家弄下,有个外国艺术家,原来都不是 不过住在中西区,中西区当然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人住在那里 有个艺术家看到那里的腹墙这么干干净净,是吧 于是乎他,然后他又感觉到,这家茶餐厅,看来是一家很普通的茶餐厅 于是乎他帮他画张画,令到大家吃东西就觉得舒服了 诸如此类,迷艺术这样,那这个茶餐厅老板,那家茶餐厅几个人 啊,突然间掃了新闻的要角,是吧 那他都好东西,我估得是好东西 欲家之罪,何患无辞,是吧 我们不应该动哲,至于艺术品违反港版,因为艺术多意思 不同人看不到的,不同的东西,这个是常骁来的,是吧 那别人就向这个,向这个,就是,国际媒体解释,是吧 如果没记错,应该都上了国际的了 就是成为海外兄弟的data里面的一员 香港的国安法的作恶,那当然我们骂还骂 知道没什么的,邓炳强不高兴,粗口娟不高兴,或者不是不高兴 他没什么要做的,是不是很可憐啊,有时想想 没什么要做,什么都要稳一点,这件事就拿来做了 于是乎做了又不想你知道,不想你骂又怕你骂 到你骂到,什么不妥啊,那张东西这样,问到你的错误捐了 不是啊,我没有叫,我善意提醒而已,是吧 他们自己而已,如果觉得没问题的,可以不处理的 喂,你搞什么啊,你做又不敢认,敢做又不敢认 哎呀,我们不是的,我们不会,不会扼杀言论自由啊 不需要那么高层次啊,我们鼓励多元发展,你又走去 你来了两次啊,才叫快餐店老板游的了 就叫那个立案法团去叫老板,老板都不肯 不是不是,先叫立案法团,法团叫老板,老板不理他 那结果呢,都叫老板游了他,施加压力 那老板就免得吃客了,那结果就游了他了,是不是 啊,跟着说没关系啊,他说再三强你怎么处理呢 是业主和占用人决定,其实他可以决定不处理的 这个当然是对的,那你说反过来,是不是 举个例子啊,我没有赶你那些KL去英国 去澳洲去加拿大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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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湾的 你们自己走啊,萧生你自己走啊,你们自己决定啊,那是个鬼事啊 你问啊,如果香港政府打压这个网上言论自由啊 打压这些自媒体,他什么时候打压过呢 他可以这样讲啊,当然我不会这么简单讲啊,是不是 是不是,我没有受影响而已,或者我不怕而已 不等于其他人不怕,或者不怕其他人受了影响 不敢说出来,我不知道嘛,详情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可以将其他人推翻给这些人,你自己走啊 有人告你吗?没有人啊 啊,接着快逼啊,快逼啊,不关事啊,在街头嘛 说他在街头是黑警死全家嘛 那里告他而已,他在网台说了这么多东西 都没事啊,啊,杰斯哦,杰斯? 杰斯那两条罪是hold了的啊 最终说他在网台讲话那条罪好像是hold了的啊 就是什么党案那样算了,因为他认了 认了,就是他要坐了两年是洗黑钱嘛 所以跟言论之后,跟他在这100说话没关系啊 是没关系的啊,就是现在 后来没有告到的,就hold住那两条罪算数啊 他认了之后就谈好了,坐了就走了,给钱就走了 是不是?没有啊,表面看,没有因为言论自由 这么过任何KOL,但是就走了八成了 这个我表示违陷很多时候了,大家真的明白了 现在一样的嘛,你把责任给回受害人 在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被逼要走,我当然是受害人了 那我都同情那些,因为怕要走的那些 他们都是你的环境令到他怕要走嘛 谁创造这个环境一定是你邓炳强的,想想你什么东西 而他们,当然你可以说他们不够吉士啦,是不是? 没有按摩有吉士啦,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 没有三个法律学位,撑着不敢的,是不是? 家义又老啦,又独居啦,烂命一条啦,是不是? 用有少少理想啦,那人夹起来才… 又不怕是非啦,那人才… 那你大多数人不是的嘛 可以在外面讲话,就去外面啦 一样是有人在Patreon,一样有人在看就行的啦 没得讲啦,那你完全可以呢 就是你作为政府,我什么时候施加压力 什么时候影响你言论自由 现在一样而已,我什么时候影响你 影响你那个创作自由啊、艺术啊 更加过分啦,这些是很过分的 但是过分得来呢,就是容易解释给外国人听 如果做国际线,那国际线的兄弟一定留起这两张照片 我也留起他,有下文的 因为别人做了这些国际报告去美国、欧盟议会 就说香港一张这样的图画呢,都会涉及国安法啦 一张这样的图画,那人就画一张这样的幻画 什么事啊,香港已经这样,是吧 那你当然是很不妥啦 有张这样的幻画就会社会不灵啦 你多不多余一点啊? 跟着,这些人的创作自由、艺术自由 你这样禁啊,你这个香港政府有问题啊 你的结论很快而已,也很简单而已 这个负面是一定对香港的形象 对不对? 而你这样想意何在呢? 这张外长一张图,意何在呢? 即是呢,又不认,又要做 又要做些坏格格的东西 这个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如此啦 另外呢,我都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叫那个辉煌快餐店的老板去游了他 为什么你不说他游了他? 又不是啊,那幅墙不是属于他的嘛 他的店铺在那幅墙,旁边,那里可以的嘛 但是那幅墙是属于大厦的立案法团拥有的 你试试去卖广告,那法团当然会吵你啦 那当然啦,又不是那个老板画的 但是你为什么叫那个老板游了他呢? 所以整件事,就是连这些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 基本的事情都没搞清楚 问律师啊,问一下,就是问那些懂得打的那些 当然啦,你说外长长期占用,可以归了你的 我整开一路游了,我辉煌大招牌这样 为了20年都没有,那你异权侵佔,霸了他 问题现在不是那个老板 不是那个老板画的嘛 是有个艺术家觉得什么就画在那裡 如果异权侵佔呢,其实那个艺术家侵佔了这幅外长 异权侵佔就是他有权继续画的,所以他会继续画 那呢,其实你就不应该去问这个快餐店老板,因为不关他事 是吧?当然他也没有问过我 如果他问过我,根据我记忆里面的众多案例呢 大厦外长是并不属于旁边的单位的东西 而是属于整个流氓法团 是吧?如果不是就得了的 你想想一幅墙,我家窗外那里是我的 那我就画东西,五颜六色都画到 不会的嘛,你看我外长一整整整整整个 整个广告也好,油东西也好,都是一致的 那当然有个统一的翁拿,翁拿就属于整个 就是大家有份,那个外长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他买也有问题了 这个老板,为什么捉住老板要游牆呢?本身就是连这些 搞到现在搞政治,全部连常识都没有 死不死要我提这些东西,是吧? 这下才令我觉得,我还要,原来我认识这么多东西 好,多谢大家,说完了,今天不长气又长气了 真是不好意思,都还要星期六 水灾,是吧,内地水灾,行得很热,不知道 完成我的工作我就没什么所谓了 好,多谢大家,明天继续 今晚我看一下,可能明天将他做一周坏事回复 放在星期日安收,新的安排了,开始 好,看一下live还是录定,多谢大家